可达和工业区警铃新竹县新丰乡康乐路 上下班时段常常塞车回堵了两公里长 那么乡公所争取1600万 要在明年的拓宽泰安间165项 来衔接松柏和松林两村 开辟替代道路来疏解庞大车潮 一台台寄机车会流到新丰乡康乐路 号制灯堵塞庞大车潮 乡公所就沿拟开拓泰安街165项 作为替代道路 这一段路我们如果是以照长路来讲 2000米的部分大概可以堵 最严重大概堵40分钟 所以说这个为了缓解 在坚新路跟康乐路半中间 这个我们所有的乡亲使用道路的时候 这个是非常急需 也需要在另辟跟拓宽的一条马路 康乐路周围有明星科大 湖口工业区加上台一线竹北车流 上下班时段常会回堵两公里长 目前规划在康平陆底拓建联络道 共470米长 衔接松柏松林两村 能有效疏通重划区与新庄子车流 沟通征求六名地主无偿提供土地建路 也争取到中央县服补助将用1600万开辟新路 8米的道路就直接接到目前我们看到的这蜿蜒小路 就直接蜿蜒小路还留着 那我会做再辟一条新的道路 那我们在前段的时候就是加宽 那后段就直接做一条8米的道路 顺利的话 那可能就在这个明年的5月 5月应该就可以出行都可以出来了 目前不到3米的路段将节湾取直 拓宽成8米直通松柏林福德工 预计明年5月失作 让车潮分流改善居民生活品质 再来一条8米的路段